哈囉大家好 這次要帶著大家來過通關一下那個 大總統的位移 這個榮克帶一下九封的榮克 剛才發現其實那個 那個 全光 隊的向你隊來講 打起來真的是比較 沒有什麼壓力 那 這次解成就帶著雜射隊來試試看 也是能過 只是 可能是 可能是我的手轉有問題 所以比較弱了一點 但是如果像我手轉這麼有問題的 都能過的話 相信 你來過關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就讓我們開始吧 Here we go 第一關是我最討厭的色盲珠 不是黑白珠 然後他又加了那個什麼 終點七十 真的很討厭他 可是沒辦法 然後我覺得這對比較 可能會辛苦一點是 就是最好是不要 不要有斷心的現象發生 不然的話會 很非常的不好過 有斷心的話像現在這個樣子回到兩萬九 是可以啦 我目前是沒有斷心喔 目前狀態是沒有斷心的喔 目前狀態是沒有斷心的喔 下火珠 現在這樣子 打起來運氣還不錯 雖然說 蝦懵蝦懵的厲害 但是還是很可以 我不曉得大家 糟糕 好 這樣就盡力刷 把那個 不知道大家 不知道大家 那個 這 這麼說 我覺得就是 玩到後面感覺 項羽隊 如果你要組雜射隊的話 那個 鐵扇真的是一隻 不可或缺的 角色 那萬一未來 有機會 獵人再重開的話呢 我覺得 皮卡 皮卡是一張 必抽 呃 必抽的卡片喔 就是 不管他花多少 石頭 至少要抽到一張 然後 有他的龍克的話 皮卡真的是強到一個 一個無極限 所以我覺得 不管怎麼樣 如果未來 有機會 有機會的話 就把皮卡給抽起來 然後這裡 皮卡跟鐵扇跳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開啟 然後加速通關 鐵扇有時候 真的覺得他也是 一隻很無腦的 角色之一 就是他你如果遇到 那種 呃 不是 目盾 然後你要解那個 那個 就是不要 不要被打的話 應該說什麼 這一次像那個 總統的部分 他其實王一的話 你開啟 那個 鐵扇 然後就可以 避掉他的那個火柱 而且又可以做一波攻擊 直接 直接把他殺爆 這個是 這裡的話 就是 隨便滑就好了 直接把他殺爆 然後又有點無腦 我覺得就很適合我這種 手殘又無腦的人 你知道嗎 那這裡的話 就稍微的 帶一下 不知道應該是吧 我等一下下去 這裡的話 就稍微慢慢的帶 然後 把它殺掉 然後記得 要回血就是了 忘記回血 還好 還有天降星珠 OMG 嚇死我了 運氣真好耶 這就是 手殘人 有時候的 一點小心運 你知道嗎 小缺姓 應該這一波就可以帶走 應該這一波就可以帶走 喔 等一下下去 對 然後這裡7C的話 就 看一下 那個 凹廣 然後再加上 打擊的G2 再加上 G1 那就排7C就好 1 2 3 4 5 6 7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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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6 5 第四關就直接開啟那個巷弧看一下喔 光暗水貨 好!木珠好了 木珠 然後回覆本面這樣就很通關了 然後看一下 盡量隔開啦 好!這樣就沒問題了 這隻是誰啊!我有點忘記他了 是狂魔嗎?可是看起來不太像 好!不關他了 好!來到38COMBO 那原則上靠著鐵扇的銀威之下 通關是沒有太大問題的喔 我覺得皮卡的輸出也是非常亮眼的啦 所以真心的建議就是 皮卡也好或是解散也好 他就是 好!這裡就開啟那個 敖廣的飢餓炸板 這個版面看起來真是不太漂亮你知道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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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鐵扇就刪掉一半 然後再加上皮卡 補那最後一刀可以的 就來到最後關了 那這裡就很無腦的 就直接把那個 鐵扇給關掉 然後再開啟就好了 然後我試了三次 大概都沒意外的話都有新珠 可以讓我們回到血 所以即便這一下不死 我們還是有機會可以打贏他 但原則上是一定讓他死的 一定讓他死 所以這裡是沒什麼太大問題的 而且是非常無腦的讓你速 快速 過掉王一的部分 那我們就來到第二關 第二關的話就稍微的 把那個 火珠給帶走 不要保留太多火珠在場上 我消了4顆 你來了4顆是怎樣到底 然後我會想要先 讓那個 其他角色給跳起來 我們就稍微的再等他一下 讓他跳起來 我們再進行攻擊好不好 這裡的話 3 2 可以喔 那就再滑個 3回合 就是其實還蠻 蠻舒服的耶 看這種版面 就是沒有爆發 不然可能一口氣就過了 好 不管他 他還是要回血 然後看一下1 這裡是2 好 那我們就再摸他1 然後這裡的話就差不多可以開了 我們先看一下 顏羽的話 開火珠 都先開顏羽然後 然後我們避免掉他 那個 把我們的那個版面給洗掉 我想要留下 最好的版面 就是 強化珠之類的 那就直接 看一下 再加上那個打擊的G2 那我們就 這裡就可以通關了 水珠是特別多啊 所以就把水珠被剋開 嗯 好像沒什麼好剋 好 然後開啟龍剋 在這裡開啟龍剋 這裡就來到了 應該超過30方法是沒問題的啦 可以 那盡量就把水珠是特別多啊 把那個 火珠 火珠 火珠給消掉 不要留太多火珠在場上 讓他沒沒收 對我們來講 不是一件好事喔 好 他再回血一次喔 我們是殺死他 然後這裡一樣開啟項羽 一樣是火珠 然後再開一下那個 這個就不用開了 我們開啟那個皮卡 喔 皮卡的那個不見 然後再加上那個 打擊的牌珠 好 這樣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這樣影片到這裡就可以通關了 那 還沒訂閱我影片的人 有點喜歡 或者是還在猶豫的人 麻煩在右下角幫我按起訂閱好不好 感謝大家 那祝大家有個美好的假日 感謝大家 應該是可以通關 讓我看一下喔 看到最後好不好 看到最後 好啦光鐵扇就可以刪死他 那確定是沒什麼問題 這樣的那個通關影片 希望大家會喜歡 感謝大家 掰掰 拜拜 谢谢大家